隨著勞動部的霸凌案 還在持續延燒當中 現在各部會也爆出了霸凌的案件 尤其是台鐵有員工就爆料了 遭到了人資處的主管長期霸凌 那麼也有申訴 不過最後在上週五這名主管 竟然是調職 而且調到國發會之外還升職 對他來講是相當的不公平 今天他也透過聲音的方式 來參加了記者會 表達他的不滿 一起來聽聽看這一名台鐵員工的控訴 在台鐵現在在做的事情 有何嘗不是如此 機關跟霸凌的加害者攜手 不就是比受害者一步步走上絕路而已嗎 可以聽到這名員工是心酸的痛訴 他說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那麼隨便會被人家的警察 誰者就行政院長卓榮泰要求一個星期內就要來交報告 那麼這起案件也被草草了結 他認為這樣不是逼人走上絕路嗎 那麼今天在台鐵工會的幫忙之下 交開了記者會 希望交通部長跟勞動部長能夠給這些霸凌 被霸凌的員工一個交代 那麼也要來交代清楚 為什麼這一名被指控霸凌的主管竟然還可以調職 甚至是升職這樣子的問題 以上去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